吉安乡在庆丰市街和庆南三街的路口 二号的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UberEat的外送员骑程机车 不慎在路口和一台自小客车碰撞 因为撞击力太强大 外送员的头部重创 当场是失去了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之后仍然回天乏术 至于意外发生的原因 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由监视器的画面可以看到撞击的力道 一名44岁龙姓外送员骑程机车的时候 由北往南行津吉安乡庆丰市街 和游西往东行驶的庆南三街的 刘姓男子的自小客车 在路口发生了碰撞 外送员当场被喷飞 失去了生命迹象 因为头部受到了重创 送医急救之后 仍然宣告不治 自小客车驾驶向警方表示 自己当时刚吃完宵夜 准备开车返家 行进入口的时候 双方闪避不及 撞击后 汽车整个失控掉落到一旁的水沟 因为我已经到这里了 然后他突然从我旁边上撞过来了 所以他是撞到你的车子哪边 侧面那边 他的那个门 前门后门 你已经过了就对了 我已经过了 而警方表示车祸现场为5号制的路口 机车为主线道 轿车则是支线 双方行驶到路口 依规定 轿车应该要离让机车主线先行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 仍然由警方调查当中 记者吉安湘综合报道